工程人員施工告一段落 拉水管清潔打掃 不忘幫停放路邊的車輛 仔細沖洗乾淨 再拿抹布擦一擦 一系列貼心舉動 等車主來開車 眼前閃亮亮的車不是驚喜 而是驚嚇 因為車內濕透了 駕駛座腳踏墊都是積水 車門案件濕搭搭 車主崩潰明明沒下雨 怎麼愛車凌晨裸湯機 3號下午3點多 宜蘭東山鹿岸路附近 進行施工作業 工程人員刷洗地板 順便沖洗沾上塵土的車輛 車主控訴廠商沒有事先告知施工 他為了保持通風 窗戶還故意留一點縫隙 這下光是零件維修 就要花費一萬元 後續還有車輛清潔的費用 洗車業者說這筆開銷 主要依據內裝材質 如果是絨布可救非常難處理 絨布就很麻煩 如果真的它咬進去的話 可能裡面的絨布可能都需要換新的 那如果它是皮椅的話 就要看到它的狀態是怎麼樣 那如果是馬上發生馬上解決 基本上這樣子洗 這樣子查基本上應該都是擠得來 還好車主沒多久就發現 盡早處理還有機會搶救 施工廠商也願意負責賠償 只是短時間內暫時無法用車 還是造成車主不方便 TVBS新聞解答陳蔡欣宇 宜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